你先把榴莲给老公贵 知道错了 这就能进去一个了 然后把滑冰鞋给他 我去 什么东西闪过去了 闪线都用上了 要帮男人成功回家 那喝口茶醒一下酒吧 根本没喝酒 这也行啊 诶 这边有垃圾袋 假装出去倒垃圾嘛 我就刚准备倒垃圾的 这个可以 那这边的酒应该是给老婆喝吧 老婆就是一杯倒旋手 女孩不是更能喝吗 对了 这边的杠铃也给男人 今天晚上很慢哦 这老婆有点恋爱脑啊 那这只狗狗呢 放哪里啊 我必为 都比我高了 这也能进去嘛 那看一下柜子 哦 这可是我买的房子 房产证 可是写的我名 你就嘚瑟吧 对了 这柜上有要玩 这是醒酒要吧 头泡配酒 说走就走 我去 上天了 那还有什么能进去啊 这个时钟嘛 把它调一下时间 这才九点嘛 哦 这也能进去 那就剩下一个了 再看看还有什么隐藏线索吧 这地毯不会有私房钱吧 果然有啊 把它给老婆 老婆 发工资了 终于过关了 先来个简单的 不用手碰鞋 拿走钱就归你 那直接用脚穿起来呗 老婆 你这高跟鞋 我44号的脚穿正好 别碰鸡毛 把下面钱拿走试试 这是鸡毛胆子 那用鸡毛挠痒痒 不许拿起台球 你把下面钱拿出来 直接用台球杆打走呗 手不能碰到可乐 也不能喝 拿出来就归你 不能碰到可乐 也不能喝 那用啥呀 哦 薄荷糖会让可乐沸腾 别碰到我的小电扇 拿得到吗 装上电池就拿得到呀 厉害吧 空调里全是钱 不许用手 拿不出来把之前的都还我 空调直接打开不就行了吗 咱妈压着你的零花钱 你拿试试 那就给它吃个红薯 把零花钱蹦出来 妈 肚子有点不舒服 冰里的钱看你怎么拿 这个用什么道具啊 用这个水把它化开 不对呀 哦 是给男人吃辣椒喷火吧 我把钱塞球里了 拿不住钱都还我 哎 不对呀 没有道具可以把球打开吧 你们觉得是怎么拿出来的 你还在野外遇见了一个受伤的男孩 我受伤了 麻烦送我回家可以吗 男孩的脚受伤了 男生的腿受伤了 而且还背着这么重的背包 好大的背包 它是一个人出来旅游的吗 但是远处为什么会有番茄酱呢 光胶野外的怎么还有番茄酱 好的 我送你 哎 这是来到什么地方呢 女孩和男生在一个房间 女孩好像怀孕了 求求你 放了我吧 这个男生是坏人吗 好像很凶 只要你听话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对他好就打他脸对吧 他被打了 而且他还怀孕了 女生怀孕了 脚怎么被锁住了 他怎么被锁起来了 这房间好像是密封的 这是被关在地下室了吗 女孩子是被抓了吧 五年之后 女孩的小孩生出来了 男人好像被抓了 这边佛波勒找到他了 求求你 不要抓我进去 我们还有孩子呢 小男孩指着爸爸 妈妈 不要把爸爸抓起来好不好 看来小男孩挺喜欢他爸爸的 男人被锁住了 他终于被抓住了 他的口袋里 中间是我 旁边是爸爸和妈妈 这么说 男人还是挺爱他的家庭的 选择抓他还是放过他 看起来女孩也是不忍心啊 为了孩子 你会选择抓他还是放过他呢 极限运动 今天天气好好啊 我们一起去玩滑翔伞吧 过了 我有点恐高 还是先回帐篷休息一下吧 那好吧宝贝 爱你哦 找出异常之处 先看一下相机 这照片好像没拍好 怎么降落伞没有带呢 这是谁 降落伞都没带 真不怕死 还有一个平板 受台风影响 本地区正在形成雷暴天气 请民众减少出行 怎么突然下雨 他们还在外面呢 钱包里有照片 男朋友怎么和闺蜜 拍起了亲密照 渣男 吃早造雷屁 瞧我这张乌鸦嘴 快 雷暴要来了 赶快跟我们走 看来他们是发生意外了 闺蜜被电成了爆炸头 刚刚不知道 哪个该死的在发誓 把我头发都弄了 你们怎么有同款手环 像是一条普通的手环 别多想 男友的手都变形了 摔倒的时候扭到的 男友也被摔成了猪头 不小心摔的 眼镜不是闺蜜男友的吗 我们只找到了这个 他们有问题 别相信他们 原来闺蜜男友没死 他脖子有伤痕 不小心被树枝划伤了 衣服为什么这么干净 我换了套衣服 手臂也受伤了 白的时候跑太急了 摔的 手里怎么还拿着棍子 多亏了他 我才能逃出来 对了 你眼睛怎么没了 不小心弄丢了 跟闺蜜的男友走 还是跟闺蜜和男友走 男友劈腿和闺蜜 一起背叛了我 不能相信他们 跟闺蜜的男友走 既然他抢了我的女朋友 那我把你带走不过分吧 我去 先把木棍变成林坤 林坤 猪肚皮 没人应啊 谁名字叫猪肚皮啊 我去 你这是猪月坡吧 猪月坡 帮老师完成点名 高富帅 高富帅也没人应嘛 这个名字应该没读错吧 那叫白富美吧 高富帅 白富美 妈爷 教室禁止撒狗粮好吗 使真香 你是使真香吗 我怎么感觉是这个女的 看一下名字 这里不是写着女的吗 你当我瞎吗 听错了听错了 那肯定是这位女生了吧 真香 使真香 到 放学了 放学了回家了 等等 人跑了 先把门关上 用拖把堵住 反了天了 方雪辣呢 到 原来是你啊 秋伟 这也没人应啊 看一下 这个字是读秋伟吗 哦 查一下字典 秋一 你弟弟秋苦没来吗 叼炸天 谁是吊炸天呢 是不是这个戴着墨镜的 好像不是 难道是这个红发沙玛特 我就是你们的光 叼炸天 包 你叫吊炸天 那我还肚子疼呢 这是男友 这是闺蜜 女朋友躲在草丛里 强哥 芊芊要是知道你在这陪我吃棒棒糖 他不会生气吧 还原故事场景找到真相 三个可疑点 闺蜜和男友同款吊坠 这手也搭在一起了 女朋友为什么躲在草丛里拍摄 来到了晚饭时间 浪漫的烛光晚餐 男友回来的比以往早了一些 男友这里 女友床上 闺蜜呢 闺蜜躲在床底 亲爱的 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 四个可疑点 房子怎么放斧头呢 衣柜里的衣服好像是闺蜜的 地上还有针筒 还有一杯酒被喝完了 接着就来到了闺蜜的葬礼 闺蜜意外离世 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参加葬礼 那两个人的是男友 怎么坐上轮椅了 这边应该是闺蜜男友 下辈子我们还做闺蜜 四个可疑点 男朋友的腿受伤了 他为什么在笑 他和闺蜜男友戴着同款手表 闺蜜男友的首饰什么意思 所以真相是什么 选左边还是右边 看着复古的背景 应该选右边 我要选右边 左还是右 那能搭配的肯定也是左边 我要选左边 左还是右 肯定是左边的皇冠呀 我要选左边 左还是右 怎么老叹气啊 袜子也要是红色的呀 我要选右边 左还是右 又叹气 这回选择红色的鞋子 我要选右边 左还是右 古代都是用大红花的 选择右边 我要选右边 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吧 这是要我拿上盒子吧 只有钻石手链 才能配上我的身份 去结婚了 去成为全场最遥远的心情吧 傻老婆 我们是西式婚礼啊 我去 原来是西式婚礼啊 那肯定选婚纱呀 我要选左边 左还是右 肯定是右边的婚纱裙啊 我要选右边 左还是右 这还用问吗 右边 我要选右边 左还是右 左边的袜子 我要选左边 左还是右 搭配白色的鞋子 我要选左边 左还是右 手捧花当然是左边呀 我要选左边 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吧 要选一个盒子吧 她手指指着左边 那我们拿左边的 这么多金镯子 太华丽了吧 这回满意了吧 去成为全场最遥远的心情吧 傻老婆 我们是西式婚礼啊 诶 怎么又不对呀 这是在拍照吗 先把衣服穿上吧 要在老板回来前收拾好房间 这两个模特的衣服有点土啊 那先把柜子打开 这两套衣服应该是模特的吧 诶 难道这女的是服务员吗 那先把地上的垃圾桶桶收到垃圾桶 你们应该是工作时间偷懒吃东西吧 地上这么多的垃圾 然后用这个扫把脱一下屋渍 怎么不行啊 那应该是给这个女的 也不对啊 那是给这个红衣女孩吗 都不对啊 难道给男人 算了那不管他了 让这个服务员拿垃圾去扔对吧 哦 他总算走了 那这个红衣女孩也穿上衣服吧 这套看起来就挺养眼 然后把这些道具放进去 诶 这个放不了 那把背景收进去吗 那这个道具是扔出去吗 为什么要挂在窗外呀 那这相机也摆好吧 不对 是给男人吗 他在看什么 这张照片很失败啊 赶紧删除了吧 然后把架子也放进去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 诶 怎么好像生气了 你又在照相馆里干嘛了 这不是在拍照吗 哪里有问题吗 那不是在拍照中心里离开闥气了吗 不过是在拍照中心里离开闥气了